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题是周易本益跟医学启蒙的比较 我们在第一段曾经跟大家分享周易本益讲些什么 第二段里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医学启蒙讲些什么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而医学启蒙它其实是比较强调补视 挂窑或者是六四挂或者是三百八四窑 到底是什么变动的一本书 所以这医学启蒙它名字叫启蒙 它其实跟我们启蒙的意思这两个字 它其实是意思不大一样 一般人认为启蒙之书就是小学生在读的 但是这个医学启蒙它的启蒙两个字 它其实不是小学生在读的意思 而是说它是说这个义学启蒙是开启你读义学的这种方法 也就是它启蒙两个字的意思 跟一般人认为启蒙好像是属于比较粗浅的这种书的说的方法 其实不大一样 它的义学启蒙说实在也没有那么好读 所以它叫启蒙其实跟原来的启蒙两个字 它意思有点点粗有点不大一样 作为朱熹在晚年之后 跟他的弟子蔡云定和写这个义学启蒙 一般的说法是说这个义学启蒙 义学启蒙是由蔡云定来组笔 蔡云定写完了之后 蔡云定人称西山先生 因为之前我们直接跟大家分享 他跟这个朱熹各占一个山头 两个是年纪相差五岁 朱熹比他大五岁 他两个人的私交非常好 是亦师亦徒 蔡云定用诗语来对待朱熹 可是朱熹却不敢把蔡云定当成他的弟子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朱熹他本来是江西人 他后来到福建去 这个蔡云定他本来就是福建人 他是福建建林府这个地方的人士 朱熹把他当成朋友 但是蔡云定却把朱熹当成老师 所以朱熹 而且据说朱熹把自己的一个女儿 嫁给蔡云定的儿子 所以他们两个还是一个儿女亲家 蔡云定后来因为朱熹的关系 被千年流放到江西 后来他在江西去世 朱熹非常非常难过 所以当时我们在去年9月的时候 在疫经小事典当中 曾经分享过蔡云定这么一位疫经大使 这个医学启蒙据说就是由蔡云定所执笔的 执笔之后再给朱熹来修改 之后才订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义本利跟医学启蒙 可以说是互为表理 如果你把作义本利当成本体的话 那个医学启蒙就是所谓的用 所以一个是体一个是用 这个作义本利它成熟在公元1186年 这一年的初期年纪已经非常非常大 在纯熹十三年 那医学启蒙根据这个宋史一文字 他认为医学启蒙有三卷 我们知道作义启蒙 作义本利有十二卷或四卷之分 这医学启蒙根据宋史的记载 根据宋史一文字的记载 他认为医学启蒙有三卷 但是也有一些例如说 直哉输入也录了这个义学启蒙 他把义学启蒙认为义学启蒙只有一卷 但是一卷里面分了四篇 分了四篇 这本图书第一 第一卷是本图书 本图书其实讲和图落书 本图书第一 另外在本图书第一里头 他引孔安国、刘新、官朗这些 医学大师的一个说法 来论证十是和图、九是若书 也就是说他基本上第一章 在第一章本图书里面 他就论证和图是什么和图 若书是什么若书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 在初期之前 是图、九、若、十、若书是十 但是朱熙把它改变成图、十、若、九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和图、若书 所以这个是叫做本图书第一 另外它的第二是原卦画第二 原卦画第二 其实它其实是针对六四卦的卦画的原理来讲来说明 它在这里面在原卦画第二篇里头 它主要是论识福西的四图 还有文王的二图 以及先天之学和后天之学它的区别 然后这个明四第三呢 第三章叫做明奢四 明奢四是研究古代的四法 简单来讲就是大眼之术的一个补法 那另外呢 就考变战 考变战是第四 那它特别说这个卦到底是怎么变化 所以它叫考变战 简单来讲它把它的这个异学启蒙 它总共只有四章 第一章叫做本图书 第二章呢 叫做言卦画 第三章呢 第三章呢 它叫做明奢四 第四章呢 叫做考变战 简单来讲它就这四篇文章 在这四篇当中呢 当然是以明奢四这篇呢 最重要 因为明奢四呢 就来解释呢 这个卦到底什么变化 所以《易学启蒙》当中啊 它基本上是围绕了周易九徒了 它把周易九徒的变化呢 做个说明 所以它虽然名字叫启蒙 但是并不是真的给那个初学者启蒙之用 它其实是为了产发九徒的真正的义理 做的书 所以它叫启蒙 所以呢 这个《易学启蒙》呢 其实是周朱熙所写的这个像素派的义学 像素派的义学 那获释的人呢 对于《易学启蒙》又做了一些解释 这些解释当中呢 就包括我们在照片这里所 下面所写的附著 包括了这个南宋的胡光平 胡光平的大概笔注细稍微稳一点 《易学启蒙同意》 还有《穗以权》 这也是南宋时代的人 名叫《易学启蒙小传》 那元朝胡一贵 他《易学启蒙异传》 明朝的韩邦齐 《易学启蒙异见》 还有清朝的梁夙雨 《梁夕雨》《易学启蒙古》 基本上来讲这些书呢 都是用来解释《易学启蒙》的 那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对《易学启蒙》这一本书有兴趣 那你要想看看别人怎么解释 你可以找这几本书来看一看 诸细《易学启蒙》 基本上来讲 都是《易学》上需要的一些背景知识 也就是我们目前呢 对《易经》上的各种的一个背景知识 大概都来自于《易学启蒙》这一本书 那《易学启蒙》这本书里头呢 他原来是写的本图书是第一 讲和图落书 言卦画是第二 讲千年之学 还有六识卦 那这个名是 名奢策是第三 是阐名奢策的方法 考验站是第四 那就考验站最主要是 谈这个成卦之后 变成的一个组织的战法 那最后他还附了一个卦图 附了一个卦叫变卦图 所以但是《作与本书》当中也有变卦图 但是两本书的变卦图 有一点差距 也就是《作与本书》的变卦图 跟《易学启蒙》的变卦图不大一样 《作与本书》的变卦图呢 它是用12消息过来当作骨干 但是《易学启蒙》的变卦图 它是以32组 它是把《易经》当中分成32组 两点一组 就是用32组来做 呈现以64乘64的变卦图式 这两个变卦图不大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 发现这个变卦图跟这个变卦图差异很大 确实就是《作与本书》本书》 他写《作与本书》当中 他写了12消息过来的变卦图 他认为这个变卦图是孔子所作 在《易学启蒙》当中 他又画了一个变卦图 这个变卦图跟12消息过来的变卦图不大一样 他是用32组挂的方法来所写的变卦图 所以这两个变卦图他的情形就不大一样 所以到了清朝时代 康熙皇帝有一个大臣 这个大臣叫李光帝 李光帝也是个艺学大师 李光帝根据艺学启蒙 他写了一个艺学启蒙的补充的附论 来接下来补充 所以我们知道艺学启蒙是围绕着周易本例 所作的周易九图 那启蒙基本上是阐述周易九图当中的变化 而他在周易九图当中的变化 他又画了一个跟周易九图当中 第九图的变卦图不同的变卦图 等于是朱熙总共在《易学启蒙》 还有周易本例当中 他全部画了十张图 请问华老师 根据朱熙跟他友人之间的一个书信的网还 显然朱熙对于启蒙比较满力 周易本例他看了看他觉得不是太满意 但是对于周易启蒙他却非常满力 他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具有总结性的这种成熟的著作 他认为周易启蒙他具有总结性的这种性质 他完全恢复了义的本意 甚至他认为后世之学者如果想要学习《易经》 可以不看周易本意 但是一定要看周易启蒙 周易启蒙 所以他认为一生当中只要写了周易启蒙 他就觉得这本书是他最值得写的一本书 这只要写一本书 他再给他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名叫方斌王 他给方斌王写了一封信 他说了西向来作启蒙 正为贱人说的资礼 因妾以为益中所得的相树 圣人所言只不过如此而已 也就是说他认为 他所看到的这个相树派异学 他写的说资礼破碎 没有办法表达圣人的严厉 只有他自己所写的这个医学启蒙 才足以表达圣人的本义 所以他说了他所写的医学启蒙 只要看过这医学启蒙之后 其他所有相树派异学都不用看 都不用看 因为他写得最好 另外他再写给他另外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名叫赵局局 他写给赵局局的信中他也说了 他说他最近又写了一些小书 这一小书当中他认为 他认为医学启蒙这本书写得非常好 他就推荐他的朋友赵局局 他说你可以看一看 所以这本书写得非常好 你只要看了这本书之后 其他的相树派的书都不用看了 因为这个医学启蒙 他完全是按照圣人解义的方式 所写的方法 简单来讲 朱印对这个医学启蒙 可以说是认为他是心血之作 那其实是他跟蔡云定两个人所写的 所以蔡云定也因为医学启蒙 大放益彩 在医学当中 在医学的学者当中 他也是有他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 非常特别的地位 然后在朱熙之前 在朱熙之前 对和图落数有很多种解释 那朱熙之后呢 和图落数基本上就定一了 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和图落数 就是这个朱九图十的这种说法 朱九图十的这种说法 他认为呢 天地之数五十五 和图之数也是五十五 所以天地之数是五其我 分丁分养 所以各类其 各以其类而得 所以无畏相得而各有和 也就是说他把他的医学启蒙所推算出来的方法 他认为这是像素派医学历来有像素派医学以来 推的最好的一个像素派医学 他认为和图落数 要必须按照这个 一以六共中居乎北 二以西为蓬积乎南 三以八同道居乎东 四以九唯有居乎西 五以十相处居乎中 刚刚讲的那一段 其实是和图的意思 和图的一个说法 他说其虽为数者 不过一因利养 以及两其五行而已 所以从和图落数的结构 从和图的像素结构来讲 中间是虚的 中间是虚的 就是五跟十 而五跟十就是太极 所以呢 我们讲的天五乘之 第六、第十乘之 就是所谓的五跟十 这是中宫 那另外呢 他说其数二十、偶数二十 两名页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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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 都是所谓的四项 只不过是呢 代表呢 四方之和 代表呢 乾坤、李侃 他都不是我之空 以为 对正训更者 简单来讲 他认为 他认为 霍天八 他把这个 义学启文 认为霍天八卦的 编排完事 就是他义学启文 所写的这种方式 所以他认为 义学启文 不认是从 胡锡八卦 或座义八卦 或从文王八卦 或从孔子 孔子的六四卦 而言 他都可以成立 他都可以成立 所以他说 和图跟洛书 看似矛盾 其实并不矛盾 和图洛书呢 的位跟素 之所以不同 是因为和图以五生素 同五成素 在五之前 为方生之素 五之后 为继成之素 也就是我们知道 一二三四五 一般人把它叫生素 六七八九十 就是所谓的成素 在方素 在生素 成素 他就有阴凉 偶素 是属于阴素 这个奇素 是属于阳素 所以他就说 和图为实 这个和图洛书 都是皆是用人之道 用人之道 为素之体 洛书是以九为常数 这个和图呢 是以十为常数 所以他认了呢 十是本体 九是用 九是数之用 两者呢 和图跟洛书呢 相结合 就形成了 素与用的关系 体与用的关系 他说虽然他的数目多寡不同 一个是十 一个是九 九 多寡不同 但是呢 他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特质 就他都把中央把它当作五 和图也好 认得中间是五 和图也好 这个洛书也好 中间也是认得五 为什么呢 因为五 主其洋乙统因造其变 所谓数之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通常呢 我们用和图呢 用来解释先天八卦 用洛书呢 用来解释后天八卦 所以呢 如果我们知道和图到底怎么样 和图它通常是用来解释先天八卦之用 而洛书呢 是用来解释先天八卦之用 所以洛书有变 但是和图不会变 和图不会变 所以和图代表静 洛书代表洞 洛书代表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洛书跟图书的结构呢 他认为呢 这个上书弘换就是所谓的大法 那上书弘换呢 上书弘换所提到的五行 一耶水二耶火三耶木 四耶土五耶 四耶金五耶土 他认为这个是五行大法 他认为这个是五行大法 他的五行大法呢 五行大法呢 是在大理治水的时候 上天所给他呢 所以上书才有洪万这一篇 才有洪万这一篇 因为和图当中的一六为水 二七为火 三八为木 四九为金 五十为土 完全就是根据呢 上书弘换所讲的 这个天一生水 一耶水二耶水二耶火三耶木四耶金五耶土 完全是按照这个顺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弘换五行洛书呢 都是属于意间 弘换呢 可以作为和图呢 也可以作为这个弘换之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历史的 从我们这个人类文明的 考据来而讲 他说 朱熙认为 在弘换发八卦的时候 只有图而已 并没有文字 并没有文字 弘换是大理之后 所得到的书 必须考字于图 所以他说 这个弘换得和图 大理得漏书 这两个他有一定一贯性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从周易 从这个异理派的理论来讲 这个和图可以变为漏书 漏书也可以变为和图 所以他的道理呢 基本上是一致的 基本上是 并没有先后的区别 所以他就说 这是自然之理 天地之理 有这个理 并有气 有的气也并有素 就是这个朱熙认为 在这个朱熙里面 他必须先有理 有理呢 就有自然之素 有理呢 就有自然 有理呢 就有天地之理 自然之理 所以有理呢 就有气 有气呢 就有素 有素呢 就可以知道 吉凶霍乎的变化 吉凶霍乎的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跟周易本力比较起来 朱熙似乎 对这个医学奇盟更加满力 所以我可以看到 他说 另外他有一本书 他也觉得很满 很满 很满意 他说大学章句 也就是他为大学 写了一个大学章句 也就是说朱熙在医生当中 如果有人问朱熙在医生当中 写的最满 最满意的两篇文章 大概是医学奇盟 跟这个大学章句 大概是三点 他认为他医生当中写的最好 就是这两篇文章 所以我们如果看朱熙 朱熙写的非常多嘛 如果你懶得看的话 你可以只看医学奇盟 跟只看了大学章句 因为这两篇文章 朱熙认为他自己是写的最好的 写的最好的这两篇文章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医学奇盟 医学奇盟 基本上来讲 他就讲古事之法 基本怎么古 特别对大眼之处怎么推演 然后根据推演的结果 他用来补充 医学做一本意当中 得为什么这么写 所以简单来讲 一个是挤一个是用 所以今天我们的医学奇盟 讲些什么 就讲到这个地方 告一段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